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没有人生来就是勇敢的 勇敢并不是不害怕 而是要假装勇敢 并学会克服恐惧 晚上好各位朋友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纳尔逊曼德拉 今天晚上要和大家分享一部电影的观后感 我也抓紧时间 在这部电影下线之前 去看了 就是张杨的最新作品叫做 《刚人波奇》 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会觉得感受特别的复杂 第一个感受 我觉得这是一部 让你看了会心疼的影片 第二个感受呢 就是这部影片 会让你反思自己的人生 然后正当我想着 怎么去表达自己心里的 这种复杂感受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篇影评 它道出了我的想法 也道出了很多朋友 看完这部影片之后的真实感受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下雨 一天之中 我去附近的电影院 看了两遍 刚人波奇 屏幕上 他们走着他们的路 我撑着他们的长头 我撑着伞 斜湿了 袜子潮潮地呼在脚上 我们有不同的路 都靠自己一步步走 藏族汉子 尼玛扎堆 刚刚经历了父亲的过世 父亲一辈子的心愿 是去拉萨朝圣 尼玛的叔叔 看到哥哥的遗憾 决定不再等待 尼玛打算陪他一同前往 2014年 是马年 正好是神山 刚人波奇的本命年 村子里很多人 都希望加入这支朝圣队伍 一位年轻的孕妇 他倒插门的丈夫 与即将出生的孩子 都属马 也决定一起去朝圣 他挺着大肚子 与丈夫一起上路 同行的 还有他的妹妹 尼玛扎堆的儿媳妇 尼玛的三个儿子 都娶了他 姑娘每天在喂牛做饭 料理家务 只有回到娘家 才有一刻空险 一对中年夫妻 因为去年家里盖房时 帮忙的工人 发生车祸 死了两人 赔偿 让他们背上了巨额债务 他们也想走朝圣之路 为死去的亡灵 超度 祈福 他们九岁的女儿 喳喳喳 因家中老人无力照看 也一同上路了 村里的土夫 宰杀过许多头牲畜 心里总是坠坠 不安于自己的业障 习惯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他也决定去朝圣 来拯救自己的罪孽 两名少年 其中一名受伤有残疾 在父亲的支持下 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不同的故事 也怀抱着不同的自我救赎之心 开始了一段两千公里的朝圣之路 尼玛扎堆开着一辆拖拉机 拉上所有人这一路要用的物资 突突突地出发了 下一个镜头 朝圣队伍的男女老少 开始磕起长头 身后送行的村民们 站成一排 目送他们的身影 未来的每一步 他们都要这么走过 我被震撼得不由地坐直了身体 今日的我 还在为一些工作与家庭的琐事 而略有压力 与此同时 这个世界上 有人做着与我如此迥异的生命选择 在我们为同事一句冷嘲热访而内心忧愁时 在我们为家人纠结的关系而恼怒不已时 在我们为眼前的各种选择而愁愁不前时 有人决定这样使用他们的生命 使用一年的时光 树步一叩手 俯身向大地 为超度自己的累势夜里 也怀抱着为众生祈福的心 他们上路了 这一条朝圣路 他们走了一年 遇上许多状况 有时 要顶风冒雪 在雾茫茫中向前 有时 会途经一大片烂漫的油菜花田 有时 会在鲜花盛开的河畔 跳起锅桩 有时 头顶上山体滑坡滚落的石块 有致命之险 有时 车会坏在路旁 有时人会受伤生病 有时 肚子里的孩子突然要出生 有时 车会被追尾 撞得稀巴烂 有时 路旁的人会招呼你们喝茶 有时 要送给其他朝圣者赞吧 有时 旅费用尽 要暂时打零工赚钱 有时 老人 时辰到了 就去世了 他们走走停停 因为知道 自己终将要去向哪里 所以心安理得的 面对发生的一切 接手 面对 理解 放下 然后 歇息片刻 继续上路 这一路 像极了人的一生 它 是一个隐喻 电影的英文名字 翻译过来 叫做 灵魂的千条万条道路 这一路 你要把喜怒哀乐 变长 要把生老病死流转 跳舞 有时 悲痛 有时 什么都会过去 什么都会回来 电影最打动我的 是他们的平常心 好像 生活里发生什么 都是正常的 孕妇 想跟着一起去朝圣 好啊 残疾少年想去 好啊 醉醺醺的屠夫想去 好啊 接受下来 就是了 他们不抗拒 麻烦 不拒绝 波折 不害怕 无常 发生什么 就面对 他们 没有 怕的 春天 山上的雪水融化 漫过路面 站在水汪汪的路上 他们彼此询问 怎么办 要不要磕过去 答案是 要 于是 众人欢快地脱掉身上的皮革围裙 脱掉厚重的外套 笑嘻嘻地扑向水里 水花四溅 每个人都像出生的孩子涉水一样欢唱 他们 都在笑着 那个画面 真好看 一位司机 因为要避让另外一辆车子 从后面撞上了他们的拖拉机 司机把泥马扶下来 关切他的胳膊是否受伤 司机解释说 车上有人呼吸困难 可能是高原反应 需要送到拉萨急救 两个小时送不到 人就没救了 他们特别平静地 让司机开走了 自己留下来 打扫残局 我心里叫着 啊 怎么没有人争吵打架呀 怎么没有人拦着车 不让肇事者走啊 怎么没有人殴打司机 怨叹倒霉呀 而他们 只是转过身 看看车上的婴儿 是否安好 看看自己的拖拉机 是否安好 车轱落得轴断了 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修理起来 是不可能的 他们平静地决定 放弃车头 拉上车厢和物资 继续往拉萨走 男人们拉车 女人们继续磕长头 走一段路 男人们放下绳索 走回刚才撞车的地方 重新把这一段的长头磕完 我心里在叫着 啊 怎么没人找借口 商量一下 为什么要补这一段路呢 反正不都是在走吗 他们心里 对于自己在做什么 很是分明 我的路 就是我的路 该怎么走完 就要怎么走完 没有任何托词 什么借口都不说 什么 我要拉车呀 我才不要走双倍的路 统统不啰嗦 他们很平静地 接受路上发生的一切 既然决定上路 路上遇到什么 都是正常的 既然是为自己走的 朝圣之路 就要一个头一个头的磕完 好莱坞报道 评价这部电影 他描述生死 不卑不亢 无喜无悲 不卑不亢 无喜无悲 是宁静的力量 来自于信仰的加持 当我自己越修行 越破掉了从小到大 对于信仰的物件 所谓的信仰 根本不是你跟随哪一派宗教 而是你愿意去崇敬那一些 眼睛看不到无形之存有 你愿意去追求 那些看似带不来现实利益的使命 你愿意在一个片刻 接着一个片刻的平凡生活里 实践你所相信的 你愿意在一个大部分人 都迷失在自己头脑的世界里 寻找自己是谁 自己的天命何在 有信仰的人 既不愚昧 也不伟大 只是我们心里的光 一旦亮起 就无法再被熄灭 如大学中所说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至我们内心的明珠 愿它永远敞亮 如康德所说 有两样东西 我思索的回数越多 时间越久 他们充益我 以遇见刻刻长心 刻刻长增的惊讶和严肃之感 那便是 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 和心中的道德 和心中的道德律 至我们内在始终闪着光的良知 这就是信仰的所在 有信仰在 人会放下各种借口 也就放下各种烦恼 因为你内心的光 清明知晓 这一生 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 遇到的每一个人 跨过的每一条沟 翻过的每一座山 爬出的每一个坑 吃过的每一口饭 走过的每一步路 流过的每一滴泪 心碎的每一次 欢喜的每一次 都是为自己的灵魂 而体验的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每一丝感受都算数 每一种滋味都算数 每一段经历都算数 六年前 我一个人去了青海西宁了塔尔寺 那是我自己的朝圣之旅 喇嘛们念诵经文的声音 轰隆作响 如同天气 在一座大殿的门口 我看见一字排开 磕长头的信仲 石头地面 被他们套在双手上的木块 磨出光滑深刻的痕迹 十万个长头 一下一下 我真的很难想象 他们是在用什么样的毅力 去坚持做这件事的 我也有点不懂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直到今天 其实我也不太懂 但是 我好像也在慢慢懂得 生命中很多事情 或许根本不需要知道原因 只要它摆在你面前 好好去做就是了 影片当中 喳喳的父亲 一直在追问 老天是不是有的时候不公平 我爷爷没做过坏事 我父亲也没做过 我也没有 可为什么不幸与痛苦 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他无法理解 本来欢欢喜喜盖房子 为什么会发生意外 导致两个工人死去 两个工人受伤 为了赔偿伤亡者的家属 他欠下了二十多万的债务 从此一蹶不振 他的生命在出发朝圣之前 是卡住了的 在这条路上 他一直在追问因果 追问命运 为什么 是人探索自己的起点 就如同书写这件事情 我一早就知道 是我在纸上追问我的命运 追问何为因何为果 我是在纸上 做一趟灵魂的朝圣 曾经有人问我 为什么你一直一直在写 到底你获得了什么 我回答说 好像在纸上 刻长头 一个字一个字的修行 在过程中 似乎慢慢地把自己写明白了 明白了一切有因有果 明白了为什么活成这样 懂得了 懂得了过去 于是也就懂得了 接下来该如何活 在纸上的每一步 都是修行 生命中的每一刻 也都是修行 去做 就是了 去活 就是了 尽心尽力 就是了 我的健身思教 常常对我喊话 动念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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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 这不就是 临在了吗 可长头的朝圣之旅 或许也是这样 意义并不在远方 而是在 动念合一的 每一个当下 片中的朝圣队伍 走到某个村庄 遇到一位老爷爷 老爷爷不断叮咛 走的步子不要太多了 你送什么经 就怎么走 喇嘛告诉你 走几步就走几步 磕头的时候 额头一定要碰到地面 碰不到地的 不算 心要成 心要装下众生的 平安健康 每一步都算数 所以 每一步都要用心去走 真正的朝圣 是在去远方的路上 回 真正的朝圣 是在去远方的路上 回到自己心里面的家 您要朝圣 您要朝拜的圣殿 或神山 并不在远方的拉萨 或纲人波旗 而就在你的心肩肩上 助力着 每时每刻 它都在 他们在老爷爷的村子里 停留了两日 帮老人家春耕 在他们出发的村子 春耕是个大节日 必须换上节日盛装 带上酒 带上肉 带上苏油 隆重庆祝 老爷爷说 从前 他当村长的时候 春耕的庆祝 两三天才能完成 可现在掌权的 是会开拖拉机的年轻人 春耕变成了潦草的一件事 他说 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 这么急干什么 把牛泪的嗷嗷叫唤啊 是啊 这么急 干什么呢 每一个时代 都有人急匆匆做事 急匆匆赚钱 生怕错过什么 也总有人 用一生玄命的匠人精神 打磨着自己手中的活迹 慢下来 才能感觉 我们拥有的 是多么丰足 在这个 我们曾经热爱的导演们 演员们 赢家通吃 勇者无惧地拍着烂戏 赚着快钱的时代 刚才有人 把净水流深的深夜食堂 拍成导人胃口的深夜灵堂 导演张扬 却在藏地 细细打磨着 刚人波起 匠心放进电影 其效果就是 你坐在荧幕前 必须要摒弃宁神 方觉不会吸毒 一众创作者的良苦用心 在这个时代 也总得有些什么 是奉献给我们的灵魂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导演说 刚人波起 是很多教派的神山 大家都为着自己心中的信仰 转山 拍片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遇到 两个三十多岁的本教信徒 每天都会逆时针 围着刚人波起转 而藏传佛教信徒 是顺时针走 所以两支队伍 每天都会相遇 打个招呼 再擦身而过 各自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行 他们的计划 是赚一千圈 我们到时 他们已经赚了两年 六百多圈了 看起来 面目漆黑 衣衫破烂 但眼神里 却是虔诚和执着 我常常被他们的眼神感动 人的一生 这场从生到死的旅程 何尝不是一场 在人间的朝圣呢 起点有了 终点也有了 你急什么 一步一步 甭管多艰难的时刻 都细细体会 慢慢咀嚼 于是苦中 有了乐趣 翻过米拉山口 就是拉萨了 他们拖着沉重的车厢 艰难地 往山上爬着 有人轻轻地唱起了 藏地歌谣 众人应和着 我一步一步 向山上走 雪 一片一片往下落 在雪花 与我约定好的地方 我想起了母亲 我们都有同一个母亲 但是命运 却不一样 命好的那个 做了喇嘛 命不好的 我 走向了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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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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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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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